陳泰蘇美委員不在 廖國棟委員不在 葉宜金委員不在 陳明文委員不在 蘇志芬委員不在 陳其邁委員不在 林俊憲委員不在 我們接下來請陳寅委員 時間八分鐘 主題請秘書長 我們請解秘書長 陳偉老 秘書長好 秘書長我們今天要審查的這個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草案 那麼轉型正義是今年台灣社會大眾 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請問就您的理解 轉型正義的定義是什麼 我的對轉型正義的定義 就對於在危險時代 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違反民主潮流的事情 違反民主潮流的事情 把它轉換為正義 好 謝謝好 那我想是這樣 傳型正義是民主國家 對過去政府違法 和不正義行為的一個彌補 那也包括追究加害者 賠償受害者 保存歷史記憶等等 好 那再請教秘書長 過去三十幾年來 台灣社會對於這個 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 所造成這個228事件 以及白色恐怖 已經有非常多的討論了 那麼我想請教您 除了大眾普遍關注的 228級白色恐怖以外 原住民 我想請教您 除了大眾普遍關注的 228級白色恐怖以外 原住民 原住民族 需不需要轉型正義 那這個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在哪裡 我們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又要從何開始算起 這個時間點從何算起 如果從今天這個條例 是從民族三十四年到八十年 我沒有問你今天這個條例 我剛剛已經講了我的問題 我比較傾向 這一種轉型條例 不一定把它限定在這個時期 甚至於更早 或者是更後 只要這個社會上 不公不義的 不符合正義的 都可以來把它轉型 如果這樣的話 能夠擴大這個法律 我覺得會更好 秘書長我剛剛是說 您的回答是針對我的問題嗎 就是說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從何開始算起 還是因為你對這個沒有概念 不是沒有概念 因為今天來審這個條例 從四十年開始 如果要看的話 你看從中華民國政府開始 剛剛也有立法委員 原住民的立法委員 說應該從清朝開始 也有這種想法 那這些都可以討論 好 謝謝 我想原住民 我們原住民族 我們當然 必然需要轉型正義 好 剛剛其他委員 也提了很多了 那從廣義上來講 過去四百多年來 原住民族先後被迫接受 荷蘭 西班牙 鄭成功 清朝 日本 一直到中華民國等 外來的這個政權統治 那麼這中間發生太多太多 違反人權 太多不正義的事情 當然要透過政府的作為 來取得轉型正義 還給我們族人這個歷史的真相 和適當的賠償 就算我們把這個討論的範圍 局限在1945年以後 國民政府的威權統治時期 不只228事件 還有白色恐怖當中 其實我們同樣都有原住民的受害者 那國民黨一系列強迫我們改名字 強迫我們講中文 強迫我們山地平地化的這個同化政策 更是造成我們原住民族土地 文化 語言 經濟 健康 等許多層面的這個權力上的損害 這些歷史的傷痛也都應該 在 應該要轉型正義對不對 沒有 只要是有必要轉型正義的 都可以來推動 那我想請教育部有在這裡嗎 教育部 那既然這個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是這麼重要 我想請問一下教育部 現在現行的課綱當中 如何處理原住民族的這個歷史 那請問又佔了多少篇幅 你給我一個數字 抱歉 這方面我可能沒辦法倒 因為這方面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謝謝 有人可以幫你嗎 你們應該也講不出來啦 有的話也是寥寥無幾啦 好 那我再請教你 課綱在處理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的歷史的時候呢 你們是用什麼觀點 用什麼觀點出發 這個你可以講吧 是 我們是尊重各族群之間的一些正義 所以就是平等嘛 客觀嘛 對不對 可是你這樣子回答 可是我們往往看到的 就是說教育通常只談漢人的辛苦開墾 政府的建設成果 卻很少談到這些歷史當中 我們原住民被迫付出多少代價 400多年來 原住民族到底被拿走多少土地 被殺害多少人 剛剛高經委員統計過了 在那個時候 光是我們只有13萬多 我們就被殺了死傷就1萬多人 那失去多少文化 這些歷史真相 顯然在我們的國民教育當中 並沒有得到重視 所以本心要要求 有 落實行政義的第一個工作 我們必須要從教育開始做起 那教育部必須持續檢討 現行課綱中的這個歷史 原住民的歷史觀點 另外除了國民教育以外 不管在高等教育 或者社會教育 都必須強化多元族群 多元文化觀點的教育工作 讓我們大家明白 原住民被殖民統治的 被殖民統治的這個歷史真相 你們可以朝這個方向去改進 好 謝謝 那本席想再利用一點時間 請問一下 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檔案管理局 然後請局長 請問檔案局 截至目前為止 你們彙准保存的這個檔案當中 有多少原住民族 轉型正義的相關檔案 防保委員 關於這個國家檔案裡頭 我們目前有分18類的國家檔案 那裡頭有一類是政治類的 那政治類的檔案呢 大部分都是屬於 二二八事件 美麗島 還有這個戒嚴時期 相關的政治事件的檔案 那都是來自各個機關的檔案 所以這些有原住民的檔案 你記得是幾件嗎 我印象當中 我們好像還沒有去徵集過 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檔案 所以其實 我們剛剛講了 我們遭受破壞了 長達四百多年 但是你們檔案局裡面 竟然 連你都快要沒有什麼印象 不是這樣子 是因為我們的檔案 都是來自各個政府機關 那一般來講 會變成國家檔案 都是25年以上的 就是25年以上的 永久保存的檔案 我才會去徵集他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們二二八事件 跟白色恐怖當中 我們都有原住民的受害者 那但是除了幾個 比較著名的案例 譬如說高醫生 林瑞昌 湯守仁之外呢 相關的資料 跟討論都比較少見 所以本期希望 你們檔案局 可以認真收集 如果你還沒有請教過 原民會 你們趕快去 那除此之外 剛剛提過了 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 推動了許多政策 對我們原住民族的生存發展 都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傷害 所以如果要反省 這些政策的功過 接下來追求原住民族 轉型正義的時候 這是你們要面對重要的課題 所以本期要求 檔案局必須盡可能蒐集 點藏有關的檔案 並且促進這類原住民政府 原住民政府檔案的公開和應用 來為原住民的這個 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做好準備 那你們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在一個月內 提出報告給本期 是的 好的 沒問題 那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高醫生 還有湯首仁的檔案 我們都有 好 謝謝 那最後 在 最後利用短短的時間 不好意思 我今天到了 我想回頭來請問這個秘書長 您知道蔡英文總統當選人 對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是什麼嗎 的政策 他的這個轉型正義的政策是什麼 我不太了解 你不太了解 我想跟你聽 我們的準總統當選人 蔡英文 在總統選舉 原住民族政策主張的第一條 標題就是 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積極實現轉型正義 具體政策方案 則提到 要由國家設置 調查和解委員會 來挖掘歷史的真相 讓台灣社會可以承認 不同族群的歷史觀點 進而達到和解 同時也要對原住民族流失的土地 語言 文化 徵戰 傷亡等等 給予適當的賠償 所以我想 過去 過去八年 馬政府在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的工作 實在做的不夠 那希望在大家一個 剩下一個月的這個任期當中 可以努力衝刺 那今天安排這個議程 我想在 本席必須要很中肯的提出來 針對原住民族這個區塊的轉型正義 其實真的不應該被遺忘 不應該被遺漏 那在整個這個條例裡面的委員會的設置 政黨代表 本席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請一定納入原住民族的代表 謝謝 謝謝你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 曾明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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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李彥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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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婉如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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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蔣乃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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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徐永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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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我們接下來請張立善委員 主席